店家正準備開門營業 卻看到店門口被人潑灑紅色油漆 苗栗市這一間美甲美睫店 上個月27號發現被人惡意潑漆 現場玻璃雖然已經稍微清乾淨了 但一旁的水管 電箱跟植栽 都還殘留油漆的痕跡 而店家當下也立即報警 警方調閱路口監視器發現兩名可疑男子 偷偷摸摸拿著油漆桶翻牆 還一路躲藏 犯案完還坐計程車離開 警方懸線調閱影像 終於發現嫌犯的機車 在9月28號以及30號 分別將人帶回警局偵辦 被害店家表示並不認識兩名嫌犯 而嫌犯聲稱4月份 雙方有發生行車糾紛 因為覺得不爽才去潑漆的 但店家則是懷疑 日前有朋友要自己幫忙出庭作證 他表示不願意 認為可能是朋友心聲不滿 才叫唆兩人來潑漆 不過潑漆的原因 警方則還需進一步釐清 全案將一毀損 以及恐嚇罪嫌移送地檢署偵辦 今天被新聞協果金苗立場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